Hello,各位投資朋友,大家早 我是林志龍 今天是10月15號早上10點半 那大盤呢,在10月11號的時候 中錯了600多點 仲哥跟大家講 有個指標,不常出現 但是它只要一出現的話 勝率高達9成 那禮拜五呢,果然也是順勢做個反彈 但是仲哥這邊要跟大家講的是 搶完反彈之後 你還是要偏空思考 為什麼? 因為10月11號這根長黑K 讓大盤已經正式進入空投格局 如果要人扭轉這個空投格局的話 必須站上10月11號的高點 10月11號高點,大盤才能轉為為安 這邊呢,在籌碼上面 清洗得非常乾淨 大盤跌了8天 農資就減肥了8天 總共減肥了232億 你可以看到,就算禮拜五的反彈 農資還是減少 那籌碼已經變得這麼乾淨 為什麼仲哥還認為這邊 還是有走一個空投 你必須偏空思考 因為我們知道,因為我們知道在長黑K的時候 要走一個B轉不容易 他比較會走一個盤整格局 那這個盤整格局呢 波動會相當大 所以投資朋友,你的資金比重一定要控制好 我們來看一下往年的長黑K走勢 你可以看到,在103年10月13號 大盤這邊跌了255點 那你可以看到,隔天呢,也是反彈 反彈沒有過高,再回撤打第二隻腳 那打完第二隻腳,獲得支撐之後 這邊盤整,盤整了一段時間之後 才開始再往上漲 那重要跟大家講的是,長黑K之後 尤其是累積一段跌幅的長黑K之後 會加大破洞 同時呢,會再回撤打第二隻腳 那這時候呢,你要觀察他跟均線的乖離位置 如果像10月13號,103年10月13號 這邊與季線跟年線乖離過大的話 那他會盤整的比較久 你可以看到這邊盤整天數是比較多天的 那我們再看到,今年的2月6號 你也可以看到,這段破斷跌幅也是有1000點 那在2月6號的時候啊,當天下跌的542點 你可以看到隔天反彈 反彈再回撤打第二隻腳 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他在這邊 季線跟年線這邊,乖離沒有太大 所以他盤整的時間比較少 盤整完之後就又再上去了 那今年怎麼看 10月的這波下跌怎麼看 我們可以看到 他在這邊波段跌幅也是來到了1000點 那這邊反彈之後 中哥認為還是有機會再回撤打第二隻腳 除非是他可以站上10月11號的高點 這個盤才會扭轉 那你也可以看到 這邊季線,這邊是年線 他與均線的乖離過大 所以這邊不容易走一個V型反轉 他比較會的是在這邊走一個盤整震盪的格局 那既然在這邊走一個盤整震盪的格局 盤整震盪的格局 加上大盤已經翻空了 所以中哥認為這邊 你反彈還是要先偏空思考 直到站上10月11號的高點 那中哥認為目前呢 短線上會在這個長黑客高點 9700跟10300這邊 區間震盪 那這個區間 雖然是區間 但是你可以看到高低點差了600點 所以這邊波動會非常的大 投資朋友你在這邊 你的資金部位要控制好 不要進場過多的水位 不管是你是做多還是做空也好 這點呢 我們也可以從11月份的選擇權呢 來得到呼應 我們可以看到11月份的選擇權呢 在這邊權利金還是很高 那這邊權利金高 預期的波動還是會很大 選擇權的權利金是由買方跟賣方去共同組成的 當賣方認為這邊波動大的時候 他會想賣的高一點 因為他這樣才好避險 所以在這邊空盤者認為波動還是很大 那你在這邊資金水位就要控制得很好 那這種哥呢 從10月2號開始就一路放空 這種哥一直跟大家講 這個盤很危險 當投資朋友你認為跌到季線這邊有撐的時候 跌到年線這邊有撐的時候 跌到上升趨勢線你認為也有撐的時候 但是他確實一路撒下去 所以這種哥要跟大家講的是 你在投資你不要預設任何立場 當方向還沒有改變的時候 你就是勇敢的坐在車上 那在10月11號的時候啊 這種哥其實空單一口單是賺了1200點 那我們在10月11號的時候啊 將空單給大幅的回補 給大幅的獲利回補 那反彈上來之後呢 反彈300點的價差 我們又再把它空了回去 那因為這種哥認為 他反彈上來還是在一個偏空去做思考 所以這種哥將這個空單給重新空了回去 用300點的價差 如果1.200塊也是有6萬塊的空間 所以這邊這種哥將他給空了回去 那這種哥剛才有提到 這邊會來做一個來回的區間做震盪 所以這口空單 這種哥會在區間下緣的時候做回補 只留下基本的空單 那我們可以看到大家一起關心的選舉行情 選舉快到了 到底有沒有機會走一波 那這種哥這邊這張圖呢 主要是跟大家再提到這一段 你可以看到這邊的跌幅大不大 也是相當大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反彈之後 再殺一次 所以才慢慢往上走 那投資朋友 如果這邊有選舉行情的話 反彈上來 那你要先站在賣方 因為明年還有一個總統大選 不好意思 後年還有一個總統大選 那你可以看到往年的例子 這邊殺下來反彈之後 會再殺一個主跌段 所以這邊投資朋友 你一定要學會如何多空操作 那這種哥也要跟大家講 在這邊 基本面真的只是讓你參考用而已 在多投的時候 大家都是股神 你用基本面來做股票 絕對沒問題 甚至是你套牢的時候 你還有機會做解套 但是空頭的時候 你如果只看基本面 你覺得被動元件 本利比這麼低 就經常去做買進 但是你可以看到跌幅是相當的慘重 今年跌最兇的都是基本面好的 當市場上一直跟大家講說 這行情會報復性反彈 這行情只是假跌一下而已 馬上會再上漲 甚至跟你講說 今年的高點會再來一次 但是總統就跟大家講 10月2號就跟大家講 1200點 甚至再往前一點 大家認為會有一個蘋果新機的行情 這種哥在9月6號的時候跟大家講 憑蓋股要很小心 那你也可以看到 從9月6號開始 憑蓋股也是下跌了一大段 那在這邊呢 超跌過後 你應該怎麼做 你應該是試著建立你自己的標準 那這種哥呢 只是發現趨勢 然後順勢上車而已 當這個趨勢還沒有改變的時候 這種哥就是勇敢的坐在車上 那你可以看到 這種哥不是只會做空而已 這種哥也是有做多的個股 那在這邊呢 你一定要先站在空方思考 除非大盤過了10月11號的高點 這邊你才有做多的條件 當市場上跟你講要做多要做多的時候 只有這種哥跟你講風險在哪裡 如果你有避開這段風險 這種哥功德無量 但是如果你跟著其他的分析師 叫你要做多叫做多 基本面多好多好多好 那你這一波是死的相當慘重 所以投資朋友 你一定要在這邊建立你自己的標準 那你可以搭配這種哥的做法 三日價搭配季線 建立起你自己的標準之後 你需要你去多空操作 你在市場上才會長長久久 行情不是只有漲而已 跌也是很大一段的行情 當如果行情在下跌的時候 你為什麼要一直去做多呢 好朋友 這邊你一定要開始建立你自己的標準 從此多空操作 謝謝 謝謝